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家境优渥 伍志恒却从未放弃努力学习 他的目标是考上英国牛津大学 然而 一次偶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16岁那年拥有高颜值的伍志恒 被星探发现随后签约成为模特 清纯的外表 曼妙的身材使他迅速获得成功 频频登上时尚杂志封面成为模特圈的新秀 一天 他去教堂 巧遇豪门阔哨郭永春后 从此他的顺遂人生戛然而止 郭永春同样出身名门 父亲是香港永安集团创始人 他则是集团公司唯一继承人 英俊帅气 有钱多金的郭永春 见到伍志恒后 被对方青春亮丽的外形所吸引 随后 展开激烈的追求 为了博取恋人欢心 郭永春常常约伍志恒共进晚餐 逛街 登山 甚至每次相见 郭永春都会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很快 伍志恒就被郭永春的甜言蜜语所迷惑 答应和他交往 然而 伍志恒父亲得知女儿的交往对象 是郭永春后 百般阻拦 而对于此 伍志恒充耳不闻 并整日与父母争吵 导致妇女关系一度紧张 尽管恋情受到家人阻止 但并不妨碍两人相恋 19岁那年 郭永春考入哈佛大学 前往美国读书 不得已 两人开启了异地恋 为了庆祝伍志恒18岁生日 郭永春邀请女友去美国与他团聚 令伍志恒没想到的是 这次旅行却给他带来难以忘怀的痛苦 生日当晚 抵达美国后 郭永春渴望与情人亲热一番 但伍志恒坚决不同意 遭到女友拒绝的郭永春 恼羞成怒 随即将女友囚禁了四天四夜 期间 在伍志恒无力反抗时 趁机对他进行了多次侵害 而对于此 郭永春在清醒后 担心伍志恒会报警 于是他跪地求饶 并承诺呵护他一辈子 听到男友的誓言 伍志恒决定原谅对方 并在郭永春精心策划的求婚仪式上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正好 在求婚当天 伍志恒收到了牛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但为了郭永春 他毅然放弃了追逐梦想的机会 就这样 两人在2000年结婚 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为了守住爱人 伍志恒无底线地原谅郭永春 还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梦想 这也为他不幸的人生 埋下了祸根 结婚后 伍志恒退出娱乐圈 在家专心为丈夫打理家务 而郭永春却一改昔日深情郎的面目 对妻子日趋冷淡 整日在外游荡 频繁传出绯闻 察觉丈夫的冷淡态度后 伍志恒开始精心打扮自己 企图讨好丈夫 尤其是 在一次郭永春嫌弃伍志恒的身材变差后 他开始大量服用减肥药 然而 身材变苗条的同时 却是令人可怕的副作用脱发 体力变得虚弱 甚至一次外出时 伍志恒突然昏倒在大街上 经医生检查后 他被确诊厌食症 需要紧急动手术 在历经前后十次手术后 伍志恒的胃几乎完全被切除 头发大面积脱落 体重仅剩44斤 而此时的郭永春只顾自己逍遥快活 悬然不顾妻子的死活 之后 在媒体报道受到公众压力下 郭永春才不得不带着妻子四处求医 没料到 他却在妻子病情略有好转后 便以身心疲惫为由 与妻子暂时分居 离家出走后的郭永春从此要无音信 直到两年后 伍志恒才在电视上看到郭永春与一名女子的合照 这时的他才如梦初醒 随后 郭永春提出离婚 两人从此分岛扬镳 令人心寒的是 两人离婚时 堂堂豪门公子哥 名下几乎没有财产可分 伍志恒嫁入豪门八年一无所获 最终落得一个近乎瘫痪的身体 令人虚息不已 婚姻中 取悦伴侣换不来他人的尊重 卑微讨好只能遭到伴侣比喻 唯有先取悦自己再爱他人 才是一个人最佳的生活态度